论第一线 台湾也是中美经常吵架的地方 吵得凶啊 特别是最近 您觉得 我觉得台湾的事 我还是主张两岸都不打第一枪 两岸都不打第一枪 但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对它进行军事压制的手段 我是非常主张的 如果蓬佩奥这样的人国务卿去了 那咱们的解放军战机就要飞越台湾岛 大家说应不应该 今天晚上就发个退吧 我们提出来就是 我跟大家说 我们军机越过海峡中线 大约两年前三年前 环球时报就提这个建议 这是我们对台施压的一个新手段 我们的军机可以飞越海峡中线 然后贴近台湾岛 然后如果它不老实 继续作恶 那怎么办 我们的飞机就飞越台湾岛 如果它还不服 那我们的飞机就飞到台北上空 贴着所谓的总统府那个房子的尖飞过去 不用打第一枪 不用打 就这么着 台湾就得崩溃 你说还能够搞经济吗 如果这样 咱们飞机没事就到它上面 就翻俩跟头去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手段可以向台湾施压 直到搞得它乌烟瘴气 经济没法发展 然后社会处在崩溃状态 所以它根本没有跟大陆 进行长期战略对抗的资本 美国拿台湾当成一个 整我们大陆的一个杠杆 一张牌 那我们可以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人质 什么意思 美国不是不怕吗 它不是胆子大吗 咱们使劲的互相的 这个博弈对抗 最好台湾受不了 台湾当局 那蔡英文哪是打仗的呀 大家看看 像吗 所以咱们就对它不断地进行军事施压 就够了 所以台湾这个地方 它已经像刚才说的 已经在我们的远程的培之内了 而更不用说我们的导弹体系了 我总说 它相当于1949年被围困起来的北平 它没有牌 根本就没有资本 跟大陆进行长期对抗 所以咱们急什么呀 慢慢跟它玩 好 那么 当然 今年 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 除了 没有 对中美关系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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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有 没 没有